由于基隆多余 基隆市长谢国良希望利用适度的空间 设置社区型健身房 方便引法族长辈及上班族下班时使用 因此由市政府民政处 以本市运动空间活化剂设备 态换建制等科目 追加编列3000万元预算 其实基隆是多余 所以大家很需要室内的运动空间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是希望说就是趁个下半年 我们可以做个几座 至于你说几座 我认为这个三到四座左右 然后做给大家看 但是这每一个健身房 应该都是有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个80平100平左右的规模 然后有充分的一个健身设备跟这个器具 那这些器具到底是心肺型的功能 还是重量型的功能 这个可以有待讨论 然后这个健身基本上是收费的 然后也是交给民间来管理 民间比如说包括像救国团在内有经营过这个健身设备 或者民间的设备的业者 基隆很多年轻的创业的这些 这个健身教练的这种独立健身房 不过因为议员们对这笔预算意见不一 有的议员认为如果在个礼活动中心或是学校使用 后续维护管理该怎么办呢 全市有157个礼 平均每个礼只有19万元也不够用 干脆删除部分预算 找一两个地点先示范看看成效 如果每一个礼都要设置健身中心 你平均一个礼要给他多少 才19万 19万是能盖什么 19万是能买什么 有两台的跑步机放在那里 确定长辈会使用吗 那如果放在那里是不是要有人去看 就是看着这些长辈 以免他们跌倒滑倒不会操作 可是 可是如果没有老师在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做 可是没有老师在的时候 这些设施用起来很危险 这就有所谓的教练的费用或什么的话 应该是另外还要再编一笔预算 可是你却全部通通都把它写在这个计划里面 让人家看不了解说 到底你现在这个计划 你是要用做设备的一个充实 还是做整个运动的空间的调整 以及运动能量的一个提升 长官有提到 你做一座700万 到800万900万 我可以啊 我可以支持你一座 我建议本市的预算就提到1000万吧 等你把这一座做好 那把你的规划都弄完成了之后 你到年度预算 你要做其他第二座第三座 到第四座第五座 我觉得告诉你 你提到预计来 本会和本席绝对全力支持 但是赞成的议员认为 因应基隆老年化高龄化来临 避免老年人积少症 多运动设置社区型健身房是有必要性的 中正区人准备好了 我们空间准备好了 我们都期待赶快 因为这些老人家也觉得 这样做对他们有帮助 他们的肌肉慢慢恢复健康 他们本来没有办法动的 现在慢慢可以慢慢的走了 甚至有些人觉得 我灵活多了 这是我们亲身体验 我们自己看到了 能够大极大化的活用 当地的设施 变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 至少把那些老人家 把那些不想在家里面 物足的人 把它全部拉出来 如果像这样的健身中心 对我们的里民来讲是个大利多 可以活化我们闲置的空间 跟低密度的一个空间 所以以上四点 本席是非常支持 让他通过 让民政处去烦恼 我们不用给他烦恼这么多 什么处什么处 我们都不用烦恼 因为民政处有一个自治行政科 也跨各局处的设备 能够改善我们 天后时常下雨的整个环境 在编列 那里面也写得很清楚 我是希望啊 我们本位的同仁能支持 好的 我们要支持 平良心讲 我们在座的议员都不是专业 那我们就不用选市长了 那在这边讨论一些 细之末节是不对的 做不好下次不要给他钱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也有议员认为 是市长谢国良的构想 和市政府民政处编列的科目内容 不完全相符合 需要改进 哎呦我要强调个观念 你市政府编的预算 你怎么可以跟民众收钱呢 市政府花钱买预算给民众用 结果你要委外来跟民众收钱 这不对的 最后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伟决议 以七个区 每个区四百万元预算为基础 留下两千八百万元 小三两百万元预算 让市政府在年底前事办看看 这边建议这个案子 就在这边做决议 我建议删除两百万 让双方可以和谐 通过两千八百万 这样好不好 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同志伺利